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邝盡宇 今天是2024年6月20日,星期四 這次跟各位網友一起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說說河白、河太事件 近期河太太認真走緊衰運 既要應付抖音直播被人舉報 令B商就連,原來之前在東張西網做的訪問都遭到投訴 據報通訊局都要急急回應 最新的事態發展如何和各位一起講講 另邊商也講講香港國大的最新熱話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你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東章西網河伯河太錄得51小時 通訊局就說涉及情節不雅、意識不良、內容偏頗和誤導等等 報導的內文提到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回復HK01的查詢表示 無線電視今年1月1日至6月15日期間 播放的東章西網通訊局一共收到134宗投訴 就著近期的社會熱話何百何太事件 通訊局就說截至6月17日一共收到51宗關於無線電視 在東章西網當中報導一名長者和他的家人的糾紛投訴 投訴人認為節目情節不雅、意識不良、不適宜兒童觀看 內容偏頗和誤導等等 通訊局會按既定程序處理有關投訴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認真論盡 據報原來多達51宗投訴是去到通訊局那邊 之前通訊局才剛出完警告信給東章西網 警告另一件事涉及誤導公眾 話口未完便到何百何太事件 原來連日來都有很多人經通訊局投訴 估計未知會否有夏文會否再有進一步警告信的行動 另外亦意味著何太未必能夠再上東章西網 因為東章西網的相關訪問 令不少觀眾感到不安 內容偏頗 近期何太不斷搞作 即是想維持自己的人氣 最重要是希望能夠在抖音帶貨或賺錢等等 不過網友非常團結 見你一次就舉報一次 結果令何太至今仍未能夠成功 話口未完便到這邊 東章西網的訪問都收到投訴 不知道大家又怎樣看 不妨留個言聊聊天 另外亦講相關消息 根據AM730的報導 李隆基未婚妻入獄25個月 網民設計何太入獄圖 勸何太及早收手 報導機內文提到 話說近期在抖音拍片 教吊金龜的何太 被網民翻出不少說謊的證據 加上何太和雍正正日前展開網上罵戰 之後雍正正曾經表示過 是會向其中一位所謂的大媽發律私訊 何太又對號入座 不停吵爆雍正正 更加叫對方好自為之 令何太隨時惹上官非 同一時間有網友為何太設計或入獄照片 更加勸何太及早收手 以上來自AM730的報導 事件明明是李隆基那邊的事件 不過就令到網友聯想到何太的情況 更加製作圖片在網上廣傳 認為何太有機會官非前身 不知大家怎樣看 不妨留個言聊天 另外也說說這件熱話 根據HK另一個報導 搭港鐵慘如年輕女這樣坐 港男就嚴迫起身讓座 網民就說起身就輸了 不妨留 報導機留言提到 港鐵爭位問題不時發生 有港男在網上帶身搭港鐵的時間 遇到三名年輕男女 當中兩個男子坐在左邊的座位 女子就用屁股舍入兩人中間僅餘的座位 令到一排座位變得非常之逼 他覺得逼於是決定起身 不過就拍片公審 狠斥好好地一個位 被你們兩個搞到這樣的樣子 片段引來網友的留言 有人指責這個女子的行為無恥 就說他們不知道醜字怎麼寫 但就認為事主是不應該輕易退讓 擔憂上述的情況未來會普及化 就說你讓了他不該也沒有 只會覺得應份 這些行為是不可以縱容的 也都說這些時候是要為自己出聲 不要委屈自己 鼓住一口氣 當中也都提到 事主補充 片中的女子說的謊言是聽不明白的 更加說她是溜原秘史周圍彈 所以非常之不滿 所以拍片來公審這三個人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話說不知道這三個人是遊客還是本地人 看來是遊客 因為事主聽不明白她所說的謊言 另外聲稱在期間 那個女子就會撩鼻子到處彈 有沒有那麼不衛生呢 令B雙因為座位根本不夠三個人坐 三個人硬坐的關係 導致事主站起來 網友就說你不應該站起來 你應該要跟她堅持到底 坐一程車而已 要死多少老闆包才行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不妨留個言聊天 另外也說過這件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最不想住香港哪一區 港媽就說東涌感覺很差 有五大缺點 而網友就這樣看 報導的流氓提到 港媽在親子皇國討論區 所以最不想住香港哪一區為提發鐵文 表示最近要去東涌 認為區內環境不是你想居住地點 首先住東涌去哪裡都完 車費昂貴 每天幾十元的車費 而且那個區內遊客太多 就說路又闊又軟 想找一間普通的餐廳都很貴 物價又高 遠一點的屋邨叫便宜一點 不過就得連鎖的餐廳 沒有一口好吃 也說空氣污染又嚴重 他甚至認為區內的餐廳質素欠佳 屬於美食沙漠 不少人專程去購物 但他又認為 套力又不是便宜 把幾火 有網友認同這位港媽的看法 另外提到東涌買菜很貴 就說車費貴過大西北 街市聽聞很貴 不少人都會出去荃灣買菜 但也有留言抱不平 說東涌自成一角 配套齊全 就說我反而覺得東涌幾好 樓不高 樓與樓之間空間夠多 出中環都很快 但街市的價格的確有點貴 除了東涌之外 網民提出多個不想住的地方 包括屯門元朗天水圍 深水埗 北區等等 大澳的問題跟東涌類似 而且更加不便 就說屯門元朗天水圍 又多大媽 又多電動單車 不知道以為自己在大陸 也有人說將軍澳區太多人 也有人說將軍澳濕到媽媽都不認得 不過就有網民覺得 香港各區都有優點和缺點 很多時間都要住進去才知道 以上來自HK另一個報道 這位港媽日前在討論區 就說這個題目 最不想住香港哪一區 結果原來很多網友 一呼百應給意見 有些人就認為東涌不好住 也有人說團圓天不好住 不過介紹礦仔說 其實每個地區 只是看你怎麼看 住慣了其實區區都挺好住 應該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不妨留個言 聊聊 另外也說過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紅磡38歲的晴困女子疑似燒炭和服藥昏迷 男朋友發現過後急急報警 報導的難民提到 昨晚9時多 警方接獲一名男子報警 說她38歲姓黃鏡女朋友 懷疑在紅磡海逸到8號住所裡興生 警方消防接報說 發現女子昏迷倒臥房間之內 旁邊有一盤燒過的炭和懷疑的藥物包裝 隨即將女子送往伊利沙白醫院搶救 據悉女事主曾經因為感情問題不開心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暫時未知女子的情況 生死未預訂 希望她大埔濫過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廣告來支持礦仔的老友機 這段時間繼續努力拍片 和大家緊貼香港的各大時事消息 這段時間我們正在使用AI字幕 字幕內會有字句出錯 希望各位網友多多包容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遷 prosper 早 Silence 我懊開報道 是 特別之aka ? 有 ?